蔡玲很多哥呢在智慧型手机也可以有铃声下载 很受欢迎 但是智慧型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 很多的方便 但是小新也成为了新的诈骗手法了 有台商说呢 他在手机用APP软体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小新哦 脸被人家侧录下来 然后再去诈骗你的朋友 铃声响个不停 打来的可不是一般电话 而是透过通讯软体QQ打的视讯电话 开心聊天的同时 你可能不知道早就被侧怒下来 变成诈骗工具 视讯沟通许多民众觉得这样方便 又不用付费 有台图就是利用这个软体 随机搜寻附近的人 发出钓鱼网址 受害的蔡信台商电开来 发现是女子的生活照 两个人开始视讯聊天 短短三分钟就结束 没想到台商要再次登陆软体 才发现打不开 而且通讯名单里面的员工们 都已经被诈骗集团要求挥钱 有人汇出将近六万块 他传送了一个假的钓鱼网页 然后让民众悟性要跟他聊天 必须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那么研判民众可能就是在上面 揭露了自己的账号密码 因此歹徒可以利用我们民众的账号 来跟他自己好友的名单里面进行对谈 新市值强调国内还没有发生类似案例 但可不是只有QQ会被入侵 许多知名的手机通讯软体像是WhatsApp跟Line 都有可能防毒软体不定有用 想避免被诈骗最好的方法 还是别去点选来录不明的连结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龙深陈麦威台北采访报道